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中间参加过了蛮多的表演 我们之前参加过野台开唱 然后还有同学参加了好几个人大当 大卫正经组之版 第七年的时候发行我们的第一张专辑是母大当 他也成功做一些国内外的学会演出 以前我也是在台下看树表演 就觉得树乐团是一个看起来很暴力的乐团 然后很有戏剧张力的一个团 好像我从台上飞下来啊 然后被子走在台上我把你转转转啊 那时候一开始看见有点吓到了 所以一开始对他们的印象就是 树乐团的人真是非常的恐怖 在加入树乐团之后我才发现 团员其实死底下都很白痴 很爱喝酒 那同时也很有爱心 暴力跟爱心可以共存的一个乐团 我们从2011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筹备我们新的专辑 陆续的在写 中间也调整过了一些乐团的创作的方向 试过一些之前没有尝试过的声音 没有加入过的训练 这些歌大部分都还没有歌词跟主唱的旋律 那我们希望新的主唱来陪都一起完成这个部分 希望能够在今年的时候完成这些作品 大家都得很久没有心当初 主唱在我们的团里一直是一个蛮重要的角色 就是它对着我们乐团主要领域的部分 其实在最近的练团那种感觉就不是非常好 就好像少了一点东西 或是感觉这个团是不完整的 练团的时候没有主唱其实感觉是差很多的 我常常排练的时候 到一半我就不知道歌曲跑到哪里去了 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状况没有主唱这个状况 好像就是好像乐团里面少了一个核心 主唱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明星地位 我们都是明星 我们都是配角 所以我需要一个很重要的主唱 来帮我们填上这个很完美的词 新的主唱它必须要能够升任 清唱跟吼唱的部分 尤其是在清唱跟吼唱交替的部分 例如像是最型的组合到副歌的部分 来参加我们主唱争选的人呢 我希望你是对自己有自信 喜欢自己的声音 能够配合我们一两个礼拜在南部的练团 呃...还有什么 我要... 我要怎样 OK就好了 不敢...不能比你站之外 没有啦...都可以啊 我希望来的不是随便来玩玩的 应该是对应可能两三年都还算非常短的时间 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你能唱十五年 希望我们的主唱都是女生 那假如说你是男生的话 但是你也可以把我们的歌诠释得很好的话 那我们同样也很欢迎你过来 我在树的这几年完成了蛮多的梦想 那... 接下来还有很多梦想 希望能够开心的主唱一集完成 赶快叫出乐团 跟我一起练团 吃宵夜 喝啤酒 如果你是女生的话呢 就可以跟我一起去逛街买衣服啦 如果你是男生的话就... 就...就...就... 就可以帮我们搬器材哦 好可怜哦 你看会这么惨啊 拿出你最好的实力 然后放手你的心情 如果你想要来参加我们的征选 请你写信给我们 我会寄两首歌给你 第一首是树木大道的专辑里面的歌 是没有主唱的版本 第二首是我们新专辑里面的歌 也是从来没有曝光过的 由你自由发挥 跟上歌词以及旋律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音乐 不要害羞 拿出你的实力 来参加我们的征选 你可能可以做到你 一辈子都做不到的东西 加入我们吧 这是什么事 就是我们的点击 把这些按钮都做到的 经历中间 放在你里面的歌 感谢观看